就是我們要講到資產的 入帳金額的分別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是出塊同學提到的 就是歷史資本法 就我一定要講到這個地方 這樣子大家第二次考試的時候才有一點點好玩 要不然第二次考試大概四跟之三 都會跟出塊是完比 就一點挑戰都沒有 你們覺得一點吸收到心知都沒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進步調整到那裡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才能夠 接下來其實因為附近資產的部分 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交代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大家有注意到就是今天我聽到一個新聞 潤泰所潤泰師這些新聞 你一定會很好奇 聽到大家都沒什麼感覺 聽說上個禮拜 因為上個禮拜 我是學校禮拜的車禮 我在校內 請貝 你們有這班椅子嗎 我這邊可以借你坐 因為我不坐 你說什麼 你自己這樣子是方向性不會的 好 就要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為什麼會很重要呢 是講一下這個關係 為什麼學會計很重要 了解會計很重要 因為上個禮拜聽說呢 昨天見面了潤泰神潤泰星的股票 快年雕書長很難 好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公布他們的第三 就是前三期的財報呢 賺了多少 一個賺了58點多 一個賺了26塊錢 EBS哦 前三期就賺了這麼多 那有點超過之前他們寫的水準 好 結果呢 那個就引起這個 很多人就這個經驗啊 就聽說那當天的這個融資啊 就多了一千多當中啦 結果呢 那個就經常會就引起他們的注意 好 就是那你的報表是怎麼寫的 怎麼編的 然後後來呢就發現 因為他就試用了什麼IFS 好 IFS呢 裡面就提到一個 目的製製呢 用公領價值來衡量 那他用公領價值去衡量之後 以前就是用他的歷史成本啊 以前用公領價值之後 他的價值就漲了好幾倍 所以呢 他的他的EBS就賺了那麼多 所以呢 這個監管會呢 就是哎呀好小氣喔 這個法案三萬塊 說會計師簽證呢 呃不許 好 那我不知道法誰了 感覺上應該是法會計師 因為是會計師簽證不許 因為他們沒有去充分揭露 IFRS的適用之前呢 如果根據IFRS適用之前的話 他調整 就是如果按照以前的會計準則的話 那大概前三季就一個賺兩塊多 一個只賺三塊多 那麼差天差地了 好 那如果這個 因為聽到說 他們一下子從原來賺兩塊多 變成賺五十幾塊的 套進去買個融資的人 他就什麼 他應該怕死 但聽說禮拜 反正他的股價昨天 昨天的股價就有修正了 就別想啊 別人至少熟了 好 所以這個 了解這個東西就很重要 那今天我不去談這些東西 那我直告訴你說 為什麼IFRS呢 欸 為什麼大家其實講到這個東西 都會耳朵為之 這個不是一樣好的 就耳朵都會豎起耳朵來聽 因為到底他的影響有多麼大 所以如果根據IFRS的一個適用的話 所以資產也對他的劇情 降低一些壽險公司的 創作就會很好看 為什麼順便公司是 最大的投資標的都是房地產 所以房地產他如果能夠用 公平價值來很亮的話 讓他的這個當年度 就是重新調整之後 那個年度的EPS 就會變得非常好看 但是就下去比較 其實不是因為他公司賺錢 而是因為會計準則的改變 而導致這種情形發生 他跟公司的營收去沒關係 不是公司突然間找到一個什麼 明星產業然後積極投入 導致營收斷面的EPS增加 而是因為會計準則的改變 而導致的 所以不應該給這個投資人 有錯誤的這個誤導 錯誤的感覺 好 那這個是為什麼我們要去講 不動產者 好 因為這個第七第八章 這兩章就很重要 對不對 好 那當然這一陣子呢 有在舉牌的時候 比如說 像什麼衛權啊 康師 領金啊 對不對 康師的 就是領金啊 還有衛權 他就講說這個公司的商業 好像會有一代什麼油的問題 也有一代 但是他對於他的方面也不會很大影響 因為他們的那個什麼就是他們的賠償的金額 其實就整個營修來講其實所在的比較沒有影響 所以對公司來講可能也沒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像那個上個禮拜呢 大概就是有去這個追蹤 像衛權呢 外資還怎麼加碼 好 是買鈔 然後呢 有些同性呢 挺新的買鈔 他們就問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是很好說 因為我們目前對於商業 並沒有去自行發展出來的商業 並沒有去認定 所以這個商業的損失 在發生事件的當年度或當時 並沒有去反應到他的財務爆料 所以大家都不敢 好 所以這個也是他這個當時 這個最近有在討論這些問題的 所以這個服刑資產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好 那這些都是我們後續會去探討的 我不曉得大家聽到後續要看到 這個對未來的投資啊 或者是你未來關於你的理財 這也很大的影響的一個議題 怎麼好像那麼冷感 好像是關係的 我去引述這些事件 這些新聞就是要讓提醒大家 對於學習上面的一些什麼熱情 以後會關心到我未來怎麼去領我的財 我怎麼做財務規劃 不是應該更多的關心才對嗎 好啦 那你們無感 我也不能跟在裡面無感 只好繼續進行我的課程啊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第六章 所以第五章我們講完喔 第六章我們先講存貨 那我們講存貨呢 基本上存貨它也分成一些前半段 我們看到存貨 存貨體實論的時候有兩個 存貨 什麼叫做存貨 我買起來的東西還沒有賣出去 之前就叫做存貨 那存貨呢 當然我們想就 這個科目的發生 一開始我怎麼去入帳 存貨是一個資產性質的科目 他怎麼去入帳 那時文貨持有當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以及期末 這樣 當然一樣三個問題 就像我應收帳款 應收款項一樣 應收款項 這是一個資產性質的科目 當我發什麼樣的交易 你會產生應收帳款 或應收票去這個會計科目 好 那所以我們去介意 主要你內行為你都採取了 第二個 它入帳的金額怎麼決定 好 再來 其有應收帳款 這個科目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兩種 一個收到錢 一個沒有收到錢 期末 贏將 好 與 我們現在把這個模式套到 那個 預作章款的模式套到存貨 存貨也是一樣 當我發生教育的時候 什麼樣的教育的時候 我會用叫做存貨 第二個 那這個科目 我的入帳金額怎麼決定 第三個 這個存貨的持有當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個是賣掉 一個是沒有賣掉 可能發生什麼樣 就是保存出現的問題 再接下來就是寫我評價的問題 所以一收彰款就探討的幾個時程 再存貨也完全一樣 好 最低的我們要來探討 什麼情況之下 我用存貨這個科目 第一個存貨是公司打算 企業持有它的目的是要賣的 如果企業持有的目的是要自己用 它就不要存貨 但清楚 我們冷氣機買進來 自己要用固定資產 辦公設備 如果我冷氣機買進來 我是準備要賣的 就是存貨 我買這種大樓下來 是我自己要設辦公室的 就是我的固定資產 不動成堂的設備 就是不動產 如果這個辦公大樓買下來 這是我準備要賣的 就是存貨 所以存貨這個科目不因為 你持有的這個東西的價值多寡 來接聽它 完全不一樣 不是 是依你取有它的目的 來決定你的科目 好 所以第一個 你先瞭解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被產生存貨 第二個 你存貨入障的科目 就它的金額 本來我再講它的入障的金額怎麼決定 但是要講它的入障金額之前 我要先講一下 你入障的科目 好 那我的入障科目 會根據你的存貨盤存制度而有不同 如果你是永序盤存制 如果你是永序盤存制 好 如果你是永序盤存制 如果你是定期盤存制 就要是永序盤存在 分別的 對 好 我們剛剛講說我的入障科目的決定 剛剛先進行什麼樣的情形之下的用存貨這個科目 譬如說不是內文負責資產 不是內文負責資產 或者是不是費用的科目的 就是判你持有的目的 那我們接下來談說 那你要入障的金額決定之前 我先要請大家確定一下給入障的科目 好 如果你是安全制度是採取perputure 跟安全制度是採取priority 好 那因為財業的問題 我之前說我之前問的是永恆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定期 好 我就告訴你 以前我之前叫做定期的理科目 我怕什麼叫做永恆 我告訴你 我不是這個for future 好 我個名稱交給你了 然後告訴你說 如果你是買進來的時候 這兩個盤權制度 它的科目怎麼用 如果你賣掉的時候 這兩個盤權制度的交易分數位置寫 你講幾個科目就好了 好 我們再來這邊上班寫 好 這樣我想要趕快趕快進去 才能讓大家有一點點參與 好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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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為 寫 好 這兩個讓你選擇 永續跟定期 然後四個 這邊有四個 也是永續的買 或者是選擇永續的賣 你選擇定期的買 定期的買有四個 四個問題讓你看 你要先寫哪一個 好 趕快喔 李承昊 李承昊 可以來嗎 趕快要離開 我們上來寫 看你要寫哪一個 好 李承昊 好 李承昊 黃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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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昊 有四個 他不 evalu 李承昊 黃蜚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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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呢 它是一個時間 一個時間來算的 所以費用是一個什麼? 快遞期間之下多次你至少不用客戶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子去把它match起來 為什麼它是這個女的車呢? 好 那我重點要講的是 在永續盤存置之下 因為我賣掉的時候就可以知道 就要決定出我的銷貨成本是多少? 我賣掉最低貨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在永續盤存置 我隨時在帳策上面 就可以知道我目前剩下多少的存貨 也因為我知道我剩下多少的存貨 所以等於是什麼? 我隨時可以在我的帳策上面去掌握出來 我有發生多少的成本 所以我可以從我的帳策裡頭 就可以先算出 先結算出我的銷貨成本 銷貨就入檢價 銷貨成本的銷貨毛利 所以我可以從我的帳策上面 進去做我的損益表 從我的帳策上面我就可以先做 因為我們編值100的時候 要知道收入 要知道成本 要知道費用 那我在定期盤存置裡面 我的收入有了 好 我的成本有了 那我發生 每次發生費用的時候 我付錢我就產生了什麼什麼費用在限期 那不用客戶也一定在我的帳策上有了 所以這一個有序盤存置我有一個名稱 又叫做 又叫做 障念盤存置 因為我可以在帳策上面 隨時知道我的銷貨成本 隨時知道我的存貨 所以我的在有序盤存置之下 我的存貨是管理的比較好的 好 那定期盤存置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賣掉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 我賣掉這批貨的成本